大家好,又来到我们星期一晚,广东哥粉丝新闻事件 我们是西兵工场,我叫Tony,我叫阿威 希望每周一由7月开始来做这个节目 希望做多些保育广东哥的工作 今天转了转 其实上几次我们讲过达明、陈迅、郑收文 今天我们就讲用作词、填词人来做一个主题 就是林振强 你是帮忙选择了今天题目的名字 叫每日一苹果,没骗到我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在看林振强的资料 我发觉他原来是广告出身的 是啊 原来他当时苹果日报刚刚开始的时候 黎智英就找了他去做这个宣传广告 是,没错 去创作 我觉得这句很... 一入世都听到很大 每日一苹果医生离开我 但是他转了一句 然后变成一个很入脑 很入脑 然后用这句 在二十多年之后 是啊,没错 林振强 我不知道大家认识有多少 林振强其实是1948年出生 其实他在美国读书 其实去结婚遇到杨冲嫂 杨冲嫂 如果是林振强的粉丝 就知道杨冲嫂就是林振强的老婆 还有一个儿子 他们在美国读书 读完书之后 他第一份工作不是做广告的 你知道他做什么? 他是做一些资料分析的 System Analyze 现在的时代经常说 在美国工作 回来香港在美国银行工作 不过他做得不开心 因为那时候那些外国人 在香港的时候 美国人经常看低华人 根据他自己的书 或者根据杨冲嫂的书 经常说这一道 所以他做得不开心之后 刚好黄尖和他姐姐林烨尼 就开了王雨林广告公司 那他就进行了 嗯 是的 那他又不是只是去了她姐姐公司 他之后转了很多间 都是很大型的广告公司 直到1988年 1987年 你知道他跟黎智英怎么认识吗? 我有看书的 他那时候做了一个大型广告公司 当时黎智英应该找他们合作 他们去开会 在开会的时候 黎智英发觉这个人 就不多说话 比较寡言 他的partner就跟黎智英先生 说了个project 他发觉这个人是不说话的 后来他应该是 问了一个问题 那林郑弘先生 开口了 回答他 他觉得这个人说话很准 是 很精准 很精准 你不需要多说话的 你说些话中就行了 他看中了他这一点 之后他应该就 应该就 应该 我不知道多久了 他应该直接找林郑强 他问你有没有兴趣帮忙 来我们公司 两个互动的 好像是 林郑强 在一间大广告公司做 那时候是 华人 就是要做创作总监 那时候是 外国人做创作总监的 华人是没有份的 他就争取 结果就遇到一些公司的人士 他就觉得 不太舒服 他就直接去找林郑弘 林郑弘就叫他去他的家 接着就叫他去佐丹劳 佐丹劳是一系列的广告 那时候佐丹劳的名字 就是黎智英乱改 去旅行的时候 看到那个名字很有趣 在哪里看到那个名字 在哪里看到佐丹劳 我忘记了 在哪个国家看到佐丹劳 可以拿来做他的时装品牌 他看到那个不是买时装的 佐丹劳的名字 是黎智英 看到这个字 是起了的 但是后面就很精彩 后面自从肥佬丽 喜欢做传媒 其实他第一份的媒体 就不是苹果 一本便利 第一份是一周行 第一份是一周行 一周行记不记得一个slogan 记得 其实林郑强先生 当他由一周行开始设计 那时候他还在做丹劳 但是一周行 比如一段很长时间 每个星期出版的时候 黎智英会叫林郑强 写一些对那本的赞美和批评 每个星期 他们会在职员会读 给职员听 好的 有什么做得好 有什么做得不好 有什么不好看 很悶 他都会写给他 一本雜誌 所以其实 一传媒和林郑强 在合作的期间 很有趣 在一传媒里面没有办公室 一直都是 用一些遥距的方式合作 跟杨冲嫂说 当然啦 林郑强用脑的 用脑的 其实就不用 浪费时间交通 那时候 一周行有广告的 今晚都可以播一下给大家看 什么一大时代 还有百分之四十节省 真是一本的办事 喂 一周刊 我订阅 我星 一周行 一定万里 是啦 回来了 这个广告精彩了 这个广告用国语 扮一个内地的 应该是内地高官 大家看看当时是扮谁 然后讲了一大堆国语 他就会觉得 都要订一周行 他要看 不扮高深 只求全真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周行的创行 当时一本一本 那里面有些故事很有趣 其实呢 《一传媒》里面其他雜誌 比如《饮食男女》 《忽然一周》 都是林郑强起名的 真的不知道 后来有《苹果日报》 出《苹果日报》之后 他就想搞《忽然一周》 想起个名字 然后就 林郑强帮忙起 他起第一个名字 不是叫《忽然一周》 叫《忽然一惨》 知不知道为什么 有《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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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一周看了《苹果日报》 但是忽然一惨 7天不看《苹果日报》 突然看一天惨 但后来就改了 就忽然一周 专注一点,苹果就苹果 对,专注一点,苹果就苹果,不要有铲 苹果日报当时 记不记得他一出的时候 有很多很吸引的地方 例如他会送礼券,随着报纸送礼券 送佐丹奴和美心礼券 我真的不记得了,很小的时候 我们看看当时的广告 黎智英主演的广告 七月一日之后 虽然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我们忠实报道的立场 没有变过 硬硬才真正是香港人的报纸 每日一苹果,没有人骗到我 是的,每日一苹果,没有人骗到我 那时候肥佬黎也是很年轻 二十多年前 1995年创苹果 25年前 即是二十六年 你想想当时你用一周行 或者是苹果日报的slogan 用到今天二十五年 其实跨时代也是可以的 那叫slogan也是可以的 而且他在说中时 特别在这个礼拜大家感受更加深 即是在整个政治环境 和传媒环境之下 苹果日报和一周行 在林郑强的一些 Marketing、设计、创意里面 更加显示到很厉害 而我们今天 当然 广东歌fans认为事件 那我们当然要讲广东歌 如果大家在留言里可以多说些 你最喜欢林郑强的歌 那我们就分几部分 和大家分享一下林郑强 在歌词作品里面 有些什么我们觉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他入行是怎样的 你知道吗? 他是夹队的 他夹过队的 他19岁夹队 即是在美国夹队的? 不是在香港夹队的 即是去美国之前 去美国之前 在香港读书 那时候他留长头发 然后那些老师会逼他要转校 他又觉得要努力 要坚持 他又不肯剪头发 是那种 结果他就夹了一班朋友 夹了一队队 那时候他出了一队队 大家不知道 那队队叫Thunderbirds 他出了一队45转的黑胶 里面有两首歌 是的 很有趣 这个是他19岁的时候发生的事 根据 杨聪数本书 就有很珍贵的封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林真强接触香港音乐 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队 Thunderbirds 他们的一个黑胶45转 那就是两首英文歌 是的 有没有听过呢? 他后期是有CD化的 但他的CD就不是独立一只CD 他跟了林郑强先生的精选碟 这是他2003年离世的年推出的 每天为你多一声林郑强 是的 这样的一个精选 精选 那在庭中一支碟里面 收录那两首英文歌 是的 有兴趣可以拿来听一下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 七几年就是香港班的热潮 他是负责吉他的 吉他的 他不是负责主唱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是的 你又知道 可能唱歌很好听 根据杨冲嫂说 他在填完词 他通常会自己唱几次 在半夜工作室那里 他那时候住在太古城 根据杨冲嫂说 他的声音 就未必是这么多 大家可以看回他们的书 他后来就去美国读书 回来港澳公司 在港澳公司工作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机会 就是去一间录音室 每个星期 他不是打兵 每个星期去接触音乐 在那里就遇到第一个 找他填词的人 就是一个唱片公司的高层 然后找他填词 填了第一首歌 就是《眉头不在晚走》 杜丽莎 杜丽莎 应该是华立 这是第一首 这是第一首 填词的第一首 而他童年 有第一首歌也很重要 就是《笛字姑娘》 如果大家有记得 林振强 其实很多歌词寫得很好 但他的人生经历 都是很多波折 其中一个最重要 就是他妹妹二十多岁的时候 她妹妹过世 当时是因为岩症过世 所以他就写了《笛字姑娘》 歌词也在 那时候他说 你听这首歌很有趣 如果你细心听 如果你现在可以找叶震堂的版 但其实你也可以找林亦连的版 因为林亦连几年前唱歌 两种很不同的风格 你摩登一些可以听林亦连的 他其实 原来他第一句歌词就是 《一个风雪晚上》 《火室方向》 是他在医院探她妹妹 坐在病床旁 觉得很无助的时候 突然闪出来的一句 后来他用了来填《笛字姑娘》这首歌词 所以《笛字姑娘》就是 纪念她妹妹的 去过世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林振强呢 除了我一直都喜欢之外 你也知道我妹妹也过世了 三十多岁玩音乐 其实她过世的时候 我和家人也有很多伤心 觉得这么年轻走 我就在林彦妮和林振强的文字 和《卓歌》里面 就很努力去找一些答案 在人生里面 很有趣的 有些歌词 原来都很反映到的 接着这首我又很喜欢的 《降琴后的人》 因为我妹妹是弹琴 音乐老师 这首歌就很触碰到我 不忍心告诉琴 而你已远飘去 不忍心告诉琴 而世界已粉水 其实和笛子都很有趣的 都是同一个类比 但其实那种比喻 或者那种和他说话 然后说那种怀念 其实是很相似的 这个就是 林振强写很多心情的歌 里面的一些 很重要的歌词 讲到亲人的回忆 不能够不讲追忆 追忆给爸爸 追忆给爸爸 林振强 林振强 追忆给林梓祥 这样 追忆是一个很大的 追忆是 追忆多些年轻的歌迷 都应该会接触过这首歌 追忆林梓祥的版本应该是1983年 但是应该陈奕迅和彭令也有翻唱过 陈奕迅有翻唱过吗 他应该在演唱会唱过 哦哦哦 是 他是不知道哪一个演唱会 曾经唱过这首歌 我第一次听是听彭令 很老实说 彭令才是Eason 是的 我有我天地的碟 彭令就直接是Studio六 是的 Eason就是演唱会 好像是跟林一位直播演唱会唱的 是吧 我也忘记了 但Eason是唱歌的 所以这首歌就是很怀念 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 从前从前尘供我一气的为何总未斗留 我不会站着唱歌给大家听 我怕污染了大家的意识 我会说庆老师坐镇 是 待会唱给大家听 追忆说爸爸 不能够不提的 又有张座椅 空座椅 空座椅是ABU第一届 是的 ABU是亚太区创作 是吧 我忘记了 ABU 为什么你记得ABU 我忘记中文 因为我小时候都说ABU ABU 創作歌词歌曲大赛 那时候他是想找另一首歌去比赛 我不知道 他那时候想找零时十分去比赛 叶善文那首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HAPPY BIRTHDAY TO YOU ABU是怎样 因为他参加那些全部都是在职人士 是的 他后期也有很多创作大赛 是的 是的 其中一个 但是林郑强很担心 没有拿零时十分去比赛 知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零时十分多了一句英文 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怕要全中文创作 有一句英文 比赛会不收 所以他就改了用空座椅 来做去参照作品 这首如果大家一定听过 夏绍昇的歌 他也觉得夏绍昇 那时候不要唱那么多情歌 他就特意为他听了 这首歌 说完空座 说完家人 其实说爱情 有很多林郑强 有很多怀念的写法 其中一个 大家应该很喜欢 陈伯强的《我和你》 《我和你》 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在陈伯强的歌曲里面 这首歌是哪一首歌 《心爱着你》 就是1985年的 《心爱着你》 《心爱着你》 如果大家听广东唱片 《陈伯强》 《心爱着你》 就一定要听 《我和你》 最喜爱的100首 我们的书都有写 《我和你》 就是说 真是春夏秋冬 飘过通飘过西 都是觉得 最重要都有 你在这里 是最重要的 他在几十年后 又写了另一首 有点很迟的 知不知道哪一首 这首是很喜欢我 近年是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张国荣》 《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 《你若相藏》 他是每一个季节 都有唱过这一段 是啊 《春应该很好》 《秋应该很好》 《树应该很好》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尤其是听张国荣唱的 是啊 特别 也都后期 在悼念张国荣 一直怀念张国荣 很多歌声 或者很多场合 都是播放这首歌 唱这首歌 甚至是 《春天该很好》 《你若相在唱》 他历史那年出的这个精算 其实林子祥也是特意选择了这首歌 重唱一次的 是啊 是啊 重唱一次的 也是选择了这首歌 送给林郑强先生 那版本还可以 好像很少听这个版本 很听的 很听的 有一种沧桑 有机会再多听一些 这个就是另一种怀念 《春夏秋冬》 而在他那个八多年的时候 都可能是很重要 有很多分离 因为和现在一样 有一个很大的移民潮 嗯 所以很多 当时的移民潮 和现在很不同 现在大家都想 怎样 几度都可以同时生活 去旅行 今天买机票 明天飞 但当时没那么容易 打电话 Whatsapp都没有 所以一走就好像永远走 所以有些歌 就描述得很精彩 例如就每一个晚上 每一个晚上 我将会远望 无怀声 海点点声光 那时候很思义的 因为你是一个 这样的环境里 去思念远方的一些亲人 那当然 如果你是 有留意的话 洋葱嫂 选了三首歌 在林郑强的 安息礼拜里面唱的 其中一首是这首 每一个晚上 另外那两首呢 另外那两首我要记一记 那三首 我以为你做了准备 我已经背了 背不了那么多资料 这几天 林郑强的资料是海量的 只是他自己的书 都几本 分析他的书有很多本 不是几本 是很多很多本 有没有人知道 喂 有没有 你们有人知道 留言帮帮拖 还有唱哪两首 在安息礼里面 这样 我们继续说 每一个晚上 同样地 又有很类似意境的歌 在那一期 另一首就是 共同度过 分开也共同度过 活在你心内 分开也像同度过 这个也是张国荣另一首歌 大家都很喜欢的 而事实上 在他的意境上 也是很相似的 就是说 如何去怀念远方的亲人 今天呢 我们一直会介绍林郑强 另外也会介绍 我们两个 各自喜欢林郑强的歌 Soul of Academy 勤老师和Woody 其实他们都准备了几首歌 他们是特别喜欢林郑强的 想跟大家分享 那待会回来 我们会特别讲 林郑强 在一些歌词上 很特别和社会运动 关心社会 那些很有关系的歌词 和大家分享 那这个时间 就交给阿勤老师了 Hello 那今天呢 我会送 林郑强的一些作品 给大家听 这一首呢 我们会送一首 林郑强 应该是 比较 后期一点的歌 叫做 《如初》 是张行友的歌 所以说 后期一点的歌 其实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 那么 二十年前 是不是 你都没出生啊 哈哈哈哈 是啊 那为什么会唱这首呢 因为如果你说 林郑强 寫给 张行友的歌 你说最多人的 一定是 爱是永恒 每天爱你都一声 但是 我想唱《如初》的原因 就是 我都会唱这首歌 这首歌 在二零零一年 我在那段时间 我记得 有一些事 在我身上发生过 所以这首歌 都会令到我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回忆 其实都很有趣的 流行曲 都是去记录我们人生 很多的一些事 还有 我觉得 林郑强 如果在这首歌 比较在她早期的作品来说 她都会有一些不同 是的 她这首歌 已经写的感觉 没有之前那些 那么直接的 恶感觉上 是的 所以都很想和大家分享 还有 始终有一些 可能太Hit的歌 大家可能都会听 但是这首歌 大家未必会听过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送给大家 《如初》 仁美爽 摩操 让怀 唱着 哪有 是 你 你 你 和这些 你 都会 想 有 哪有 哪有 我 搖頭齊說我多數 何必多自忘 明知怎結果 只盼若厭倦我願你跟我說吧說吧 你別無話 不便是我但你是你怕我睡吧睡吧 不需要假想如錯 實回愛放 想如錯 我如錯 但是你不可如錯 我無錯 請若變造單方面最痛錯 如你愛另一個人為何環繞我初逃 只盼若厭倦我願你跟我說吧說吧 你別無話 不便是我但你是我怕我睡吧睡吧 更瀟灑 想如錯 實回愛放 想如錯 我如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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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可 如錯 我無錯 我無錯 我如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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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座 情若变做单方面 最痛错 同座两个国必有数 只一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